我这边要提醒两岸的所有的朋友 以及美国的朋友一句话 这个距离是心理的问题 而不是地理的问题 你认为你关切的人 就算是500多公里远 你要去救你的同胞 这个从东京到那个现场 那是很近的距离 假如你认为 这个心理上是跟他疏远的 那你就会不闻不问 同样的我也在这边要提醒 我们今天两岸之间 虽无和平的条约 但是却有目前保持和平的状态 所以我们不要到了最后 是两岸跟两月 签了一个条约 但是最后没有办法保障和平 和平就跟婚姻一样 是需要去经营 需要去努力的 成如范教授所讲的 今天如何的观感 其实它是动态的 所以每一分每秒 都要认真的经营 以成相待 终究会有开花结果的时刻 我们下期再见